大家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專任小滴琴教授 陳慶紅 很榮幸受邀 擔任2021 新加坡萊佛市音樂節小滴琴比賽的評審 這次我有擔任兩個組別的評審 一組是25歲以下的 Young Artist 另外一組是B Category 年紀是12歲以下的組別 那兩組其實人數加起來就有40餘人 在這些評審的過程裡面 我真的是看到 每一個參賽者都是非常的投入 非常努力的沉浸在音樂裡 然後表現他們最好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從人的數量 還是演奏的品質 我覺得我看到我們的小滴琴是很有希望的 而且是真的在成績實力上是 年齡在與實俱增 那在這裡我有一些建議給所有的參賽者 小滴琴其實我覺得最難的 但是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是音準 其實音準是全世界可能條例不見得相同 但是音準的判定標準是不會因各國而不一樣的 不管你今天在哪一個國家 你調440你調441 你調442甚至調到443 都是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有藉口去拉不準 我覺得這個是要很常常記得 一定要從音程從和聲裡面去不斷的聽 不斷的學習去把它拉到最準 另外一個我比較常在亞洲學生上面看到的是 節奏的問題 節奏是西方音樂古典音樂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你可以很唱 你可以表現你的個性 去表現做學家想要你表現的 可是隨便拉 沒有節奏 不能說是你的音樂詮釋 這兩點雖然聽起來很基本 可是就算是世界一流的演奏家 其實更是注重這些東西 如果在這些基本的要素的規範底下 你可以唱出你個人的特色 然後有蠻好的技術去支撐你的音樂的想像力 那我覺得你是一定可以達到非常好的境界的 那我再一次的謝謝萊佛寺給我這個機會 去聽到那麼多青年才俊的參與演出 那我也在這裡衷心的祝福每一位參賽者 將來在不斷的有機會聽到你們的時候 你們都會讓我覺得很Amazing 謝謝 謝謝 大家 感谢观看